瞧著來了 上帝啊 你真的對她看不公平 甄莉姐... 那我今天看到甄莉姐的時候 我是覺得 我就...我想講她有穿著耶 因為我覺得... 她也不會聽啊 不是 因為她... 我聽起來其實有點嚇一跳 因為我在廁所遇到她嘛 然後我就看到她 下面怎麼... 她在上南側 不是 下面這邊怎麼是中空的 你知道嗎 因為她穿那個有點... 有點像是褲色 褲色 對 我會覺得 方便站著尿尿 今天走那麼前汗 對 不是啦 因為... 因為平常 有一種我們常常出去 碰到就是本師啊 愛你的 我可以給你拍照嗎 你本人真的比較漂亮耶 跟電視差好多對不對 對 都會這樣嘛 有會 你本人真的比較瘦耶 有沒有 對 有... 你跟她有相反 還是因為穿有關係 因為我幾乎每一集 都看我們節目 你這電視機 我們在電視機外面看她 不可以這樣 我是因為 很上進 來 我再看一看 小便 電視人 是 謝謝你救我 天生電視臉 所以我就是這個行業 對不對 真的 沒有啦 我自己覺得 我哪裡比較不好 我建議的是 妳要幹嘛 我的 怎麼了 肩膀 肩膀 我要講 因為我的肩膀比較寬 那因為我 滿美的啊 沒有...我肩脊比較寬 然後就加到手上 因為我沒有在做運動 所以手臂其實這樣會比較粗 有沒有 每一個人這樣都比較粗 不用夾緊 也是 就是以比例來講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還算滿瘦的 可是我的腿跟我的手臂 比較沒有成比例 那因為我自己個人覺得是肩寬 那可是老師 我覺得像她那樣子的肩 她的肩膀還滿像現在梅亞都很想練的 那種叫指教肩 對 妳都想練這樣子 我每天都在練 對 現在很流行指教肩 對 所以我很討厭穿墊肩 因為會看起來更壯 妳有一個肩頭 對 就是這邊有 我這裡有一個肩頭 很尬頭 對 我覺得她的問題是 對 後來老師講完後我發現 對 她的脖子短 所以造成她覺得她的肩在聳肩 對 對 就會覺得好像鼻子肩膀都是 指腳尖的人容易脖子比較短 會嗎 也不一定 有些人脖子 所以我不太穿高領毛衣 然後我也不穿那種就是圓領太脖子 我需要露一點 有點V領的 看起來脖子這邊是比較長一點的 她穿長V領啊 或者是一字領也不行 就像她現在這樣 對 這樣其實也不行 所以我都一定會再穿一個小外套 就是一定要把它遮住 但是樣式可以 比較像 就是說 就是 我想說 對不對 這個顏色比較像夏天 對不對 比較像夏天 好 但是那個帶著什麼款式 又要像夏天 又可以顯得該長的長 該沒有的沒有 對 讓妳滿意 那就交給老師好不好 好 老師 她說她不穿高領 這邏輯沒錯 原則上也沒有錯 就說高領 或者是妳不穿太平衡 不穿那種有點旁邊 就是好像有點像公主秀 或者是那種會讓女生 好不好 對 但是有時候也會有例外 對啊 來幫大家示範一下 我反而覺得 妳要這樣膨 才會 才會覺得 沒有可能 沒有啊 就會覺得肩更寬啊 我現在就是覺得 我現在是這樣 就你們剛剛說直腳肩的 我就是覺得 我現在這邊比較寬 然後這樣下來 感覺好像沒有 沒有像葉婷老師她是 就是像她們會覺得 比較是有一個瘦瘦的肩膀 穿衣服會比較好看 老師 交給妳囉 我是大姐 老師 我是大姐 好 我去 我去 那我們就趕快來看看 林葉婷老師改爪丸的 真理 哇 哇 哇 我的天啊 我是假象 沒有 我們因為 因為妳喜歡個頭啊 妳討厭高領 然後妳還有這個 這個 都是妳不得關的東西 對 妳現在應該心 心裡一把火吧 本來是 本來有一點 可是後來我看到鏡子的時候 才發現 其實我穿這樣 真的 當然 而且比較年輕 對 我覺得是比較 比較高級 對 對 比較高級 她就是常常會有 就像心梅姐有時候都說 她就說 她都知道 但是她都不願意趕 耳朵硬 對 但是妳看 像這個這邊都有鏤空 對 所以就不會覺得 如果都是黑的 就不好 就不行 如果她黑的從這邊到 這邊都是黑的 沒有鏤空的話 妳就覺得這件衣服超級寬 對 很便宜 但她現在袖子是鏤空的 這邊胸前也是鏤空 這邊袖子也鏤空的 所以妳只有看到 好像有穿了一個 小黑背心的感覺 對 所以她就不會覺得 我要再瘦 我是不是這一片也鏤空這樣 如果 如果要更瘦的話 這一個鏤空 是 對 但是她這個就禮布了 對 然後最精采是在後面 禮布 對 對 對 真的 我也覺得 可以 我也是看到後面 對啊 就很大 就是小心機 先反過來穿 所以反而 所以反而她忌諱的就是 所以妳要買 要耶 你看她的膨袖是 先把肩膀 妳的肩線在這裡 已經縮進來 然後妳荷葉邊 也沒有超過妳原來的身體 所以她其實都有照顧到說 讓妳不會看起來很回舞的感覺 然後她的腿又很漂亮 所以 真的 剛好露出腿可以穿到 今年的這種 有一點點靴型的羅馬鞋 然後再幫她搭配一個這種 很像枕頭 雲朵的手拿包 然後我覺得像她的體型 如果要穿真的西裝外套 是最適合她的 這一件西裝外套 第一個 雖然她有墊尖 但是她非常的深V 對 她交叉深V之後 其實就可以拉高她的脖子 剛才她的脖子露到胸部這邊 等於珞琦露到肩膀這一邊 對 所以像這樣子很俐落簡潔 因為她很喜歡穿亮的衣服 有沒有發現 有 所以乾脆 形狀是俐落簡潔 而且是屬於高級的這種 訂製款 然後但是顏色是喜歡 她喜歡的亮色 好 然後再來 譬如說像這樣子的衣服 好美 對 好可愛 這一件衣服 你是說 通街板可以嗎 可以 因為她這個衝 是禮 對 她縮起來 而且妳的肩膀都遮住 妳不喜歡妳的肩膀 她會 反而會把這個肩膀撐在包裡面 對 然後它裡面這個 就是整個從你的臨口這一邊 就直接膨出去 對 好美 對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子 這些妳要包色 這樣的衣服也是滿適合 就是說有點設計感 但又不會太複雜的話 也是滿適合寬間的 如果要端妝一點 這個可能有一點太端妝 但是我們有時候要去學校 參加家長會的時候 也是要有一些這種端妝的衣服 然後我覺得它滿基本的 就是一定要V型 那我們有在care別的家長吧 再來她的肩膀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有一點秀 對 有一點秀 有一點這樣子落肩下來的小包秀 但又不會太複雜 我覺得她這個也是穿起來 會滿顯瘦 而且會顯脖子長 其實她脖子只要一長 其實臉也會變尖 然後比例上就會更好看 然後再來呢 像她有時候 其實她在找 比較帥氣的衣服的時候 比如說像你看 這個是雙排扣 也是滿適合寬間的女生 她可以落肩 但不適合有一個肩章 我們穿風衣都會有一個肩章 對 她就不太適合 因為就會覺得她有聳肩的感覺 所以但是這個 有一點這樣落肩很利落感 反而她看起來瘦 還有她的雙排扣 也會讓她的肩寬看起來比較窄 她也可以這樣拉開 也是可以拉長她脖子的線條 也會看起來比較瘦 然後再來還有 還有一個就是說 吊帶裙 對 其實 吊帶褲 其實 對 吊帶褲 其實像肩膀比較寬的人 很適合一個單品 就是吊帶裙或是吊帶褲 那像這樣子有一點高腰 然後西裝褲的感覺 我也覺得滿適合真理的 然後再來呢 你可以穿一個比較基本的T恤 然後也可以戴一些項鍊 像在選擇項鍊的時候 就要盡量選比較V0的 讓它有深V的效果 你就要戴V型的項鍊 也可以塑造出深V的感覺 你也會比較有安全感 像你這樣穿的時候 你也可以搭配這樣子 白色的這種木根的鞋 然後就會比較有點知性感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 都是滿適合這種 吊帶褲的一個搭配 所以只要我們先了解自己的 一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像甄莉的問題就是 她不了解自己的問題 不了解 沒有了解自己的問題 對 大家就不了解 當事人不了解 就是不了解自己 就剩她不了解 她就是很容易 對 她就是很容易以為 我以為怎樣 所以我覺得甄莉還是要做甄莉 就好 好 好 利用肩線內縮的剪裁跟鏤空設計 不只修飾寬肩 也讓身形更顯瘦 氣質更升級 好